失误 黄冠中怎么可能连这首歌都弹错啊 早知道今年黄冠中会参加河飞的商演 当初我一定要多努力一点 今年11月黄冠中仅用一首歌点燃了半个河飞 起初在黄冠中参加这次商演的期间 采用当初黄家居最爱的海阔天空 倒进家居意外离世后的不甘 而在黄冠中演唱临近结尾时 现场的歌迷更是不惜高声呐喊 也要跟随黄冠中的节奏欢迎家居的归来 然而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则是 黄冠中在这次的演出当天 却是再次出现了史诗级的失误 那就是在海阔天空临近结尾时 虽说黄冠中再次选择了和当初一样给家居唱和声 但是这次他却是不小心破了音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 原来当初那个和家居并排站立的他已经老了 原来这才是比亚的暂时解散的原因 1999年是比亚的转折性的一年 同时也是比亚的最惨的一年 因为从这年开始 不管是黄冠中还是黄家强 都已经逐渐在音乐上产生了一些分歧 也正是如此 比亚的三人才决定临时解散 其实这一切早在比亚的还未出道前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当时家居在说完那句香港没有乐坛后 便带着比亚的前往了日本进行发展 但好景不长的则是 家居却在录制一档节目的期间 不幸从三米多高的舞台跌落意外离世 而为了更多利益的唱片公司 便决定再为他们找一个黄家居回来 因此在此期间 有些歌迷觉得家居不在了 也就意味着属于比亚的时代已经落寞 就这样 比亚的为了不让家居的神作蒙尘 便决定在05年的5月27日当天 选择解散 老师说黄冠中在96年的伪奏 你听了多少遍 1996年绝对是比亚的最惨的一年 因为在这次的演唱会的过程中 黄家强却是数次出现了史诗级的失误 因为这次不仅是黄家强要独唱家居的歌 更是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以至于在黄家强演出的过程中 黄冠中却是多次提醒家强该近拍了 可就在黄家强第一段演唱临近结尾时 黄家强这才调整好的状态 其实也不难看出来 这首歌几乎差点要了黄家强半条命 因为这首歌不仅是黄家弓最后的神作 更是比亚的一辈子的痛 虽说在96年的这次演出过程中 所有人都已经气不成声 但唯独只有黄冠中一人在坚强的支撑着 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没有撑住 或许属于比亚的时代就真的要落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